上清楚的写着渣男两个字,原委是啥你们晓得嘛,陆寒和关小彤,在2016年,就已经在一起了,却不惜没有公布,直到2017年在吉时巴里,各类主动聊迪丽热巴,迪丽热巴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却被陆寒粉丝鞭榻打击了半年,而传播宣扬本身是北京蠢人们的陆寒在此时代,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 并且在521当天不警惕点,在了一个令人联想的微博,此后不绝地发出绿珠。 对付陆寒和关小彤这对情侣,虽然有人看好,有人看栓,可是迪丽热巴的粉丝是恼羞成怒,那时也有良多人认为,陆寒不配热巴,不外,仍是有不少陆寒粉丝跑到热巴微博,臭骂热巴蹭陆寒热度。 这让热巴很难熬难得,从今朝来看,那时陆寒已有女友,竟然不按那热巴被骂却很享受和热巴配CP。 陆寒做法太不厚道,过分度了,只是可怜热巴被人痛慢了。 现今,陆寒和关小彤走到一起,我们致心祝福这对90后艺人永久甜甜美蜜,和和美美,谈个爱情。